I, Oh, I对比ICO和NN两团配置差距,一目了然。 Produce48其实在之前结束决赛之后的几天后,也就顺时没有了热度,二爷反映出这届的选秀是相比险两季多么不行。 Produce48作为第三季,原本在日韩练习生共同参与的基础上,大火才对。 老知道在韩收胜率,远远低于前两季,303出道组合比以往的11人组合上多加入一位,组成12人女团。 而这个女团由Starship娱乐的练习生张园营担当Center位置,共同活动两年之久。 那这个YZONE作为303女团,自然会被大家拿出与101的I, Oh, I进行配置成员对比,那究竟谁赢谁输? IZONE和I, Oh, I首先向对比抖Center来,那I, Oh, I的全招迷。 但是作为JYP唯一一位练习生,人气真的特别高。 而且作为Center位置,基本上是无可争议的。 而张元英有着清纯的脸大,而且14岁的年龄是很大的优势,但是很多路人则表示张元英能出到不意外。 但是当时好像有些不太合理,毕竟人气和实力上,并没有拉开很大差距的存在。 而全招迷当时第一拿下80多万票数,和第二的金市整,整整唱了30万票。 主舞担当上,IZONE和I, Oh, I的实力对比上,还是相差无几的。 I, Oh, I这边有权能爱豆金,请下酒儿。 而IZONE这边则是由李彩燕作为实力代表。 主唱上,于连镜,金市正算是撑起了整个组合的演唱能力。 而到了IZONE,迷一样出道的赵友李虽说很不错,但是人气上还是挺迷的。 而女团中,还有不可缺少的位置,就是Rap丹丹和美貌丹丹。 Rap上,I, Oh, I对赵林那容和最友情还是不错的。 但是IZONE就有点窒息了,清纯女士的Rap真的不敢多听第二遍。 同时在美貌上,整体颜值特别高的R, Oh, I,还有着周杰球,正采颜这样的存在。 到了IZONE除了小樱花真的没有太能,那出售的神杰球员了吧。